住户进门宅怎么办 旁边只有250 以前都是常规布局 家里总乱糟糟 家里的鞋子也放不了 几床就再买 老婆的靴子丢一地 老婆在这里换鞋也不方便 购物狂魔回家 总是被乱糟糟的玄关爱舍来讲 夫妻狂魔的我决定全部回家 一 门口做一组超宝贵 鞋子竖着放也不少拿去也方便 上面延伸做宝贵 收纳百件很美观 旁边挂个洞洞板 方便进门挂外套包包 要是钱包随手吧 旁边坐到顶高贵 下面三格收纳全家人的平底鞋 上面三格收纳全家人的高帮鞋 关键不到英语的老婆拿去也方便 上面还能收纳日常杂物 关上柜门美观又方便 记得柜门预留250高 家里长穿拖鞋全放下 家里整洁才舒服 二 旁边鞋脚柜做连接 上面收纳不常用工具箱 下面挂雨伞也很方便 关上柜门防灰尘 接缝一定要收口 时间一走前面开炼 劳心 不如高贵收口 老婆妖艳的长靴全放下 装个全身跪顶 老婆出门照一照 回家才不回迷路 旁边还能收纳二舅妈送的零酒零茶 换鞋凳还是没有地方放几饭 那就旁边坐着蝶换鞋凳 坐着换鞋穿鞋就舒服 关键是收起来也不站住 从此老婆开开心心把家回 这样的玄关真的是二舅妈割双眼 让你大开眼界 最后看看空间的整体效果吧